这点夸张,在花莲呢,有某一所高中,他强制规定学生只能跟校方配合的厂商去购买制服 而这样的消息一出来了以后,当然就引起了校外其他的厂商还有家长的不买 结果呢,校方是急忙的出面澄清 老板老板,可不可以退啊,学校说不行,订你们的 明明是一模一样的制服,由家长向校外的厂商购买,让孩子穿去学校 但学校却说,这制服不合格,要求一定得买学校福利社卖的才行 花莲某国立高中,这样的规定让家长气炸了 因为为了符合规定,把校外买的制服拿回去退 厂商觉得退的理由很瞎,也不给退 还质疑学校这样独卖制服,是徒利特定厂商 来看看学校公文上,明白写着 请同学不要在校外个别选购 现在遭到抗议后,校方人员急忙出面灭火 说法又180度大转变 原则上,必须要符合学校所规定的形式跟管制 现在改口说没关系,但是这公文又是怎么回事 现在所问的问题是说,我们学生如果不跟原生涉买,可不可以 我的立场就是说,可以 你只要你的服务状况是照我们之前公告的标准,那就没有问题 学校强制规定,学生购买制服的厂商明显已经违反了公平法 最后经过厂商跟校方之间的沟通后 校方软化,同意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购买制服的厂商 但是原先的公文还是难脱徒利厂商的嫌疑 九州新闻,廖卫林,王一仲,花莲参报道